反正就沒有聯絡 我覺得就 就4 per second 有一點難hold啦 就hold太粗 然後又 接下來又到鬼哥那邊就 就有一點都不粗這樣子 有一點難hold啦 就hold太粗 然後又 接下來又到鬼哥那邊就 就有一點都不粗這樣子 每一次他都會 因為其實從我 進這一行到鬼哥 開始就是他是我的師兄嘛 然後他每次碰到我 他都是 沒有任何價值 因為我比較悶燒 他都會主動跟我打招 我說欸林九 所以你怎麼樣啊 然後我就說 跟他說我的狀況 然後他都會教我 就是說你 你應該怎麼樣 他就很樂於把他的經驗 分享給我這樣子 然後就是 一個很好的工作 就 就請大家不用擔心 就像是 差不多了啦 發洩完了 我主要想要跟就是我的粉絲說 就謝謝他們一路的支持 就不用太擔心 因為現在就是 我們很多任務在生 就是眼前的工作要去完成 所以我的個人的心情 其實上次已經說過了 都沒事了 沒有 沒有 沒有聯絡 沒有 沒有 手機閃大黑 封鎖 沒有 反正就沒有聯絡 我覺得就 就focus在工作 這樣子 他也沒有傳去 你跟你想要見識什麼事情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那事情就 就是 過去了 就過去了 就是 對啊 就這樣子吧 可以再說嗎 可以再說嗎 好像是 一點點啦 沒有 一點點 眼眶為師 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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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種崩潰 還沒看過 蠻想看的 蠻想看的 你現在打我啊 就是 就是陪正在身邊這樣子 你就趁機也打夠啊 可以 可以 對啊 OK啦 OK啦 男生嘛 大家陪著 OK啦 應該是會跳 不會啦 他跳多跳少 看狀況 對 他在巨大之前 會有些 現場的傳 嗯 會有嗎 我現在看 會 有 哈哈 手部公布這個消息 會有專輯 對啊 一直想說什麼時間點 可以講完 其實也不太確定 哈哈哈哈 對啊 那今天那個預告PO出來 應該可以講 我們前陣子就在儲備 會有新歌啦 無限情會有新歌 無限情會有新歌